現在有夠用嗎? 好,OK 大家好,我叫Alan 然後我現在是在一間室內設計工程上班 就是當一個小助理 助理就是什麼事都要做 就是如果客人來就倒咖啡 然後那時候再來就倒熱車 說真的啦 就打打打打 就是其實設計的工作沒有想像中有這麼光線的樣子 一個人在雜誌上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居家環境 或是很漂亮的間諜 或是等等的啦,不管是什麼 但是被遊戲都花很多時間跟腦力去發想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因為有一個創業家是在做創投的 叫什麼Mr.J.Title那一個 Mr.J.Title那一個 Mr.J.Title那一個 他看到很多咕嚕啦 他沒有在現場嗎? 他我教會看焦點 認識喔 我認識喔 我記憶 我記憶 我看一個Facebook 再來一個Blog 然後他就說 人家去寫一個部落格 去進入一些事情或想法 然後就最近開始動一個部落格 然後部落格我們的Facebook 我們的部落格上去都有一個Mark 對 沒有發現 就是分页的話都有一個小圖案 對,然後這是我分页的一個圖案 然後那時候就是在想 因為 呃 現場有人是基督徒的嗎? 有的話可以舉下手嗎? 呃 一位是不是 好 沒有,我是我的 我先講一下這個設計概念好了 是 呃 我雖然不是基督徒啦 但是基督徒有些想法是很棒的 我今天不是要來傳教的 沒有 沒有,我覺得 神的想法就是 他告訴你什麼是愛 什麼是分享之類的 那我覺得 欸,十字架這個 圖案可以代表基督 然後我就是用背景當 當一個十字架啦 對 但是我還沒有信教啦 對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 我幫我再講 好 好 你們在問數之前 兩分鐘就過了 然後這就是我的名字叫 叫DLM 那我今天會參加教練這個活動 是我身旁 那個朋友 叫Daniel 你可以叫他丹丹 那比較好奇 對 他把我進來 我想說今天可以繼續 幫我的一些想法分享給大家 好,下一張 好 我先講一下我的工作基地好了 你知道在場很多是社會人系 在場很多是學生嘛 就非常年輕 那我 我現在已經出社會工作 有三十年了 對 然後就把自己的一些工作 經歷都講給大家 請問你第一張圖片 是什麼 當中 這樣講 哈哈 快 電路法 沒有,我大學是念電子系的啦 集電系 那我之前有做過快一點的工程師 但是每天面對那些電路版 做維修就是 這個工作對我來講是很乏味的 然後又是責任 這就是當中 然後 我就是在想說 我可以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 音樂紀錄就是 剛好我有朋友他在台客大 做交易去念 台客大是賣手機的嘛 所以這張圖就代表台客大的事情 我在那邊大概一年九個月啦 然後就平常到店裡面就是 教人是手機怎麼用 現在這個工作非常簡單 所以教人這場面的特色是什麼這樣 這是我第二份工作 但是我左是右想 我還是想說 這些工作我可以做這麼久嗎 啊什麼是我有興趣的 然後就開始回想我以前的經歷 小時候我爸就叫畫畫 我爸可能本身就是後門畫畫的 他不是自動 那我在國小跟國中是美術班的 然後想說 我覺得自己應該對畫畫 或是美術方面有一些感受 不至於說是天分 因為天分這種事情需要去驗證 對 然後我就是去找一些設計工作 然後最近就是在二月的時候 我有找到一份室內設計的工作啦 然後才發現這個行業其實蠻辛苦的 你要面對功能啊 面對業主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你可能回家還要去 腦袋去想 然後薪水又不高 對 你現在開始說 反正這會有一些考驗啊 對 但是我想要說 在這個領域再專業 再花時間去專業一下 看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或是刺激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這個我用一個畫索來代表 設計的工作 對 不只動手要動 好 下一張 好 呃 這三個人就是 我 呃 之前有非常的啟發過 有人認識這位女生嗎 現在我就知道了 舉手一下 我不會給講 這個是那個山口 櫃李子 她有錯過一本書叫做創意以來 你們可以去找一下 她就是 這個很妙啦 她就是研究所 她去孟加拉念 她是 孟加拉第一個 日本人去念研究所 她就在那邊念 然後她 她對國際事務很有想法 她就是去孟加拉那邊念 國際的什麼 然後就發現 為什麼當地人這麼窮 於是她就是說 欸那我可以來這邊 賣包包啊 就是 孟加拉製造 然後拿來去 日本賣 然後她最近在台灣又開了一份店啊 所以這個品牌叫媽媽的房子 媽媽的房子 媽媽的房子 對 怎麼了 真的啊 我又沒有在那邊實習 真的喔 對 那她就是 用 設計的商品 去 改變當地的 一些 消費模式 就是 呃 呃 她創造一些工作機會 給當地的人 這樣子 因為當地在孟加拉裏 要找一份工作人 不是這麼簡單的 她想要 這個 工作模式去影響他們 然後第二個 就是在台灣蠻有名的一個女生 你知道她是誰嗎 安子嗎 沈心寧 沈心寧 對不對 對 她在 她的專業是 好像是在網路方面的 比如說 架網站或什麼的 她從小吃 呃 我小的時候她就架了一個網站 幫她的親戚朋友賣柚子 對 然後她長 她現在有成立一個 就是一些教學網站 好像叫做安安 對 對 就是她在裡面那個安安 對 對 然後他們就是這個網站的話就是 她可以讓偏遠的小朋友 如果你家裡有台電腦 你就可以上去做學習 她也都發很多免費的一些教學課程 我想國中高峰都用什麼 書籍英文啊什麼 對 她用她自己的專業就是去幫助很多人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然後第三個你們認識她嗎 我們學會 欸 你們學會 對 她很像什麼A什麼的學問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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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活動,幫助自己 然後提升他們的思考的想法 然後在當地的話,他找了一位設計師 用當地的水泥袋 去做一個包包 他這個產品 這產品叫做禮物公民 你們可以去Google一下 這產品在台灣有賣 他會希望我們購買人可以從這產品得到一些 啟發,然後可以回歸,可以監控在裡面 對,我覺得這件相反不錯 他們,這幾個就是他們 你有一些他們自己的裝傢伙 或一些社區人力去意想當地 然後又創造一個社會 這個概念很像下一張的一個圖片 社氣流 跟那個律師你有講過嗎 就是,我覺得社區有這個很棒的當地 就是你可以幫助別人 然後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這樣子 但是這個在台灣正在萌芽 然後最後一張的話 先給大家一句話一句 這是沈欽靈說的啦 把自己的專業,等一下用自己的專業 幫助撞撞的人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們如果這方面的相反 也可以大家一起討論 謝謝大家 對,請這樣子 跟墨基礎 作詔�� 好,請走